最初 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 这不过是一场山火 一次旱灾 一个物种的灭绝 一座城市的消失 直到这场灾难 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今天 是中国新年的第一天 这本该是一个团聚的日子 周一鸣父亲 我不想这次团聚是最后一次 我不甘心你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了 为了我们的孩子 请求你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危难之时显身手 是革命军人革命军医的本色 在祖国人民 在武汉人民 湖北人民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 威胁的危难时刻 我们作为人民军医 义不容辞 挺身而出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万家团圆的佳节日子里 和我们上战场其实是一样的 只有先保护好所有的大家才能自己完成自己的小家 我就说这就是一份使命吧 因为我所有的大学同学都分正在一线 我临床的事与 他这个是在哪儿 那个中男子 都是我们这一同辈 95后 他们现在很忙 很累 你们说我遇到了历史证 公共和乡亲们之间 武汉人民 乡亲们之间 谢谢 这是其他国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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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